陈先生说一年多以前他用过绿森商城 买货退货都很快速方便 所以非常信任 今年10月份陈先生接到了绿森商城发来的短信 上面说优惠购买苹果12手机 发货比官网还快 于是他就下载了绿森商城APP 在上面下了两个订单 第一次购买是在10月28日 当时是300元的优惠券 然后在隔天29日 他们又发了一张380块钱的优惠券 所以就分两次下单 然后当时是想着把前一个订单给他退款掉 陈先生分两次一共支付了12000多 他告诉记者付款后不久 他在网上看到了关于绿森商城出问题的消息 有点担心就把两笔订单都选择了退款 当时7个工作日之后仍然没有处理 后来就尝试着去12315去投诉 包括举报 还有跟他们克服多次电话沟通 但是还是仍然不退款 到今天已经是12月2号了 绿森商城APP的开发者是浙江绿森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地在温州 陈先生通过电话热线 网络问证等方式投诉后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给出了回复 其中 陆城区市场监管局回复 不予立案 并称多次约谈绿森集团 要求其进行整改 要求其把茅台 手机 黄金等短缺高价值产品下架 但采访当天 记者发现 绿森商城上 依然在售卖各类手机 龙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回复中则显示 调查后了解到 绿森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营困难 明确表示 无法优先处理您的订单 我局依规终止调节 建议您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当地给我处理的结果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包括昨天报警 警方也是这样说 建议走司法途径 但是司法途径 对于我一个上班的人来说 时间包括精力的成本太高 现场记者拨通了 绿森商城的官方客服电话 对方申请10月到29号 报警时间确实比较久 暂时您稍等一下这边 给您做一个假期 让精快的给您安排一下 抱歉了 这个总确实现在是不好 确定了 现在是什么原因导致退的慢呢 近期退款 近期退款 定单较多 都是排序处理的 当地市场账款局说 你们经营困难了 目前经营上面 确实有一些问题 但是也不至于说是 就是说非常困难 就是暂时确实很抱歉了 确实我们正在做调查 但是我这笔订单 货也没有发 按理说也不需要处理这么久 直接钱退给我就好了 我是不理解 他们只是在敷衍 记者查询到 浙江绿森信息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及其电子商务公司 近一个月就涉及到 十多起法律诉讼 都是因为买卖纠纠纷 或网络购物纠纷 接下来怎么维权 陈先生说 先考虑考虑再看 1818黄金也人记得报道